哈喽大家好 我是陆紫妍 今天的视频比较特殊 仅限持有三级或以上权限等级的人 还可以观看 因为确实比较危险 这个就是我从SCP内部搞到的一个 物资补给箱 仅供内部SCP成员才可以使用 未经授权 禁止开启 只有像我这样的A级人员 才有这个权限打开它 今天我就冒着危险给大家看一下 SCP内部补给箱到底是什么 你确定要看下去吗 我真的要打开了 来 我先看一眼吧 叮叮叮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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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收容失败的话 一定要尽快逃离 给你们看一下 啊 啊 SCP基金会的一个杯子 隶属于SCD科学部 控制 收容 保护 这就是它的一个宗旨 还是一个不锈钢的 挺结实的 不结实的话根本不抗躁啊 这黑色罐子是什么 SCP特遣对外勤食品 石油200克 一个罐头 生产部门生产日期 我都看不到 权限不够 诶 啊 居然什么都没有 是我看不到还是真的什么都没有 难道是我权限不够吗 坑我 不会是假的吧 这里还有个SCP的工具收纳盒 紧线内部人员使用 这不就是一个铅笔盒吗 又来骗我了 看来这个箱子里面真东西不多 大部分都是哄嚣识听的 一个徽章 中间是一个拳头 这个代表的是什么呢 Mobile Task Force 移动任务部队 这个是给哪个人员用的 一个SCP 内部使用的工作日志 这就是我最想要的SCP 激动特权队的 证件照 上面可以贴上照片 姓名 编号专业 所属部队 等级 还有成员 这里写了 警线本人使用 不得转接他人 本册持有者 有权调用 B级或以下的编辑人员 等级还挺高 使命宣言 注册记录 协助收容项目 行动报告 心理评估 哇 好详细啊 这个归我了 机动特权队的贴纸 这里还有一封信 机密文件 我看看能不能打开 这是一个普通的信号 这是一个门禁卡 还有二维码可以查询 收容物 哇 哇 SCP科学部 记录很多详细的资料 我又找到了一个秘密端口 收容装备箱 未尽授权禁止打开 安全戒备型 人形收容室 剩下的就是一个 普通的贴纸了 哇 有两个秘密档案 SCP049 SCP173 探访组成员不得低于三人 这不就是04911吗 表现出攻击性 藤油薰衣草对其震进 SCP087 该入口被伪装成保洁式 门内秤有60米厚的 工业泡沫填充物 我还发现了一个 SCP收容物档案 这里面最神秘最有价值的 就是这个档案了 希望我不要看到096 第一页都是空白的 还好说明它的危险是不够 SCP049的一个档案 这个日期我们也看不到 权限不够 项目编号 SCP049 项目等级 它目前收容在Site19的收容区 这里是它的收容措施 运输中必须予以正进 固定在人形限制系带 并有两名武装守卫监控 描述人形实体身高1.9米 与瘟疫医生相符 使用英语 中世纪法语 极具攻击性 哇 这后面是SCP096 完了 完了 我们看到096了 我最不想看到的就是096 看到096的人都 你们懂的 后面还有谁呢 哇 SCP166 SCP166好像是中国的 外形虽然可爱 但是依然很有危险 里面只有这三个 这次真的糟了 096 最不想看到的 居然被我看到了 我就说不要打开嘛